我们接着讲第十四章 也是孟子去奇 就是我说有四章孟子去奇 这个过程感觉是比较微曲 那么为什么反复讲到 我刚刚已经提到了 这个孟子去奇居修 修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离孟子的故乡 应该说不是很远 我们在这里已经讲到 据说它的故城是在山东腾州北边 离孟子的家乡大概一百里的样子 那么也就是他要回家 这是回家的路 必须路过的地方 那么到这地方又停留了一下 孟孙丑最后来问 我们别忘了 从我们孟孙丑上篇开始 就是从孟孟丑问开始的 在这里最后还是归绝孟丑问 所以让我就想到 这个做就孟子与他的弟子 来做欺骗的时候 应该是孟孙丑万章这些人都在身边 他们用哪些东西来编在一起 应该是有所考虑的 所以孟孙丑问 是而不受禄 古之道乎 就是出世做官 却不受他的俘虑 这是不是古来 所谓的古 其实就是在周代 以前包括周代 就是三代 就是西周 也就不是我们现在战国时候 是而不受禄 古之道乎 那么孟子的回答是说 非也 并不是这样 孟生丑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其实孟生丑包括别的弟子 尽管对孟子的去齐 或者说孟子的进退出处 理解便别的齐国人要深 但是还是有一点不完全理解 所以这里孟子还讲到 所以孟生丑特别问到 是而不受禄 你孟子你耐了齐国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而不受禄 你也不要他的俸禄 那你实际上也要帮他出谋划策 那么担当那么多职责 是不是这是古之道 孟子就说 不是 非也 于从无得见王 从这个地方 地名已经不可考了 我们现在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 但是肯定是在齐国 那么无得见王 就是在从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得以见到了王 也就是他最早见王的地方 我想应该是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 从魏国到了齐国 在这个过程中间 应该是到宁兹 那么当时的这个地方 国都的附近 应该是从这个地方 那么无得见王 我那个时候见到了王 那个时候见到王的时候 应该是一起分王 我想孟子是对王 对齐宣王赋予了很高的期望 因为齐宣王实际上也是刚继位 一两年 我想是正是意气风华的时候 退而有去字 而从那里见到王 包括我们说曹王 那么到现在有去字 不欲辩故不受也 本来我不是说不受路 是由于我现在有去字了 所以我才不受路 我不欲辩 不欲辩我的志向 我不想辩掉我的志向 我现在已经浩然有规制 是吧 不辩我的志向 所以我才不受的 如果我辩我的志向 我就会去受的 因为我不辩志向 所以特别讲到 既而有师命 不可以请 这里就讲到了什么呢 就是说师命 就是师旅 就是军队 这个有打仗 这样的事情 不可以请 久于齐 非我之影 就是长久的在齐国待着 不是我的志向 我已经对齐宣王 他的做法 已经没有什么期待 他做不好 那么到最后 我要离开的时候 他没有来追我 是吧 所以让我们又想起了 我前面讲到了 刘备 三顾 如果第一顾 这个诸葛亮不在家 他就不来了 那我想诸葛亮肯定 也是溃然叛远 这人没有真正的想请我 也没有真正的想让我去 天下 那么我想 由于有刘备三顾 所以才有后来的诸葛亮 不然的话 诸葛亮就一直是归隐 那么这里也是这样的 如果齐宣王能听孟子的话 当时的孟子也许就成了成功人士 正因为齐宣王没有听孟子的话 所以孟子讲 久于齐 非我之影 这不是我的志向 所以对自己的弟子 特别讲到了我的志 因为跟志向有关系 所以所谓的古之道 并不是适而不受禄 这就是孟子所讲的内容